大家好,我是曹毅东 最近美国国家侦察局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就是SpaceX签订了一个协议 就是要由太空探索公司 为美国的国防机构还有安全机构 来搞一个星顿计划 那么大家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并不是陌生的 比如猎鹰还有星链计划 这些成果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现在为什么还要搞一个星顿计划 而且是美国的国家侦察局 这就要从头说起 因为美国的星链计划 它是要在地球的太空中 太空就是指100公里以上这个区域里边 但是是低轨 低轨就是100公里以上 但是在1000公里以下 这个叫低轨 如果要是卫星放到中高轨 就是1000公里以上和2万公里以下 这个距离叫中高轨 这个星链计划是要在低轨 这个区域里边发射24000枚 这个卫星 当时说的是保证这些通信 照相 侦察 这些任务主要是用于民用的 因为数量非常多 覆盖面非常广 它在通信上又是低轨的 没有时间的延迟 会效果非常好 是个民用的 大家虽然就是当时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本来这个轨道是有限的 你现在一下2万多颗星 把这轨道全占了 别人将来就没法在这个区域里边 就是在发射卫星了 因为你全都占了 就像这个高速路上就四条路 现在你把这条路四条路全占了 别人就车辆没法开了 但是好赖是民用的 大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所以这个星链计划呢 就打了3000多颗星放上去 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星链 那为什么现在又要搞一个星顿呢 因为在俄乌冲突中啊 这个星链呢 是为乌克兰一方啊 提供了很多军用的保障的 就是通信保障啊 侦察的保障啊 所以他起到了 就是在战场上 使就是乌克兰方面 对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 大幅度的提升 可以就是眼睛看得清啊 因为辨别俄罗斯的军队在哪里 这个装备在哪里 自己的消息赶紧传递给这个指挥部 然后指挥部的消息传回来 所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实际上说是民用啊 他已经被军用服务了 这个是星链的计划 那为什么现在又要搞一个星顿呢 正是美国的五角大楼 还有美国的这个侦察局看到 星链呢 由于他的数量多 他的低轨这种特性吧 可以为军事用途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五角大楼 还有美国的侦察局 就委托这个 就是SpaceX这个公司呢 为他发射一个新的 这个组网吧 就卫星的组网 而这些组网的卫星呢 可以说比他就是前面的星链计划的卫星呢 功能要强一些 因为可以称其为第二代的卫星 这些卫星呢 一个是可以激光通信啊 速度快 减少这个时间的延迟 还有一个呢 就是美国发现在战场上使用的时候呢 美国的军用卫星虽然很多 但是他的需求量也很大 还是呢 就是有延迟 不能满足美国这个 就是他军队啊 在这个权维度的在全球的啊 这种实时的保障 所以如果能够发射更多的这个卫星 比如说激光通信 可以增加他就是地面啊 或者各个部队之间的啊 这些军事通信联络 可以实时的监测地球上的啊 这个就是其他国家的情况 还有呢 就是可以把这些卫星和原来星链的这些卫星的组网 就是利用他们的这些数量和这个频段 还有相关的这些功能来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服务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本来是民用的这些卫星 而现在呢 搞到了军用领域 然后军用领域又跟他合二为一 或者是进行了融合之后呢 扩大了他军事卫星的这种能力 并且在增加了就是民用卫星里边的这个军用卫星的数量 这就导致了太空的军事化 因为这个太空军事化是我们都反对的 因为太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我们现在把这里边就是军事化 而且呢 搞成某些国家可以享用 其他国家不能享用的这么一个空间 当然就引发了在太空的这种军备的竞赛 你比如说俄罗斯就说 如果你把这个星链 你把这个星顿用于俄欧冲突的战场上 那么这个星链和星顿就成了俄罗斯合法打击的目标 就是你的卫星就成为打击目标 那么一旦俄罗斯把这些星链或者星顿的卫星打下来 那就造成了更多的太空垃圾 因为打坏了 没人去收拾去 这就造成了就是空间将会被破坏 就是咱们讲太空这个区域里面 你其他的再发射卫星的话 你就可能遇到垃圾遇到碰撞 这就破坏了原来的这种环境 而且呢大家都没法使用 但是这个原因并不是俄罗斯造成的 而是说你美国的星链公司造成的 你说是民用 但是你服务于军用 本来你这个美国的军用的卫星 已经在太空中数量最多 站的轨道最多 使用效果也是最大化的 包括他还搞了X3GB这样的 往返于太空和地球之间的 这个运载工具 那已经是就是超越其他的国家了 那你现在还在这里面 搞就是极端的 就是为自己一方来服务的这么一个星链 或者是星空网 那必然就导致其他国家的不满 所以我们看呢 美国的这个星链计划 最后发展为星顿计划 原来说是民用 现在扩展为军用 说是为了和平 但实际上已经啊 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星顿计划 它实际上已经点燃了 就是太空竞争 或者是太空军备竞赛的啊 这个火苗 关于这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